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天在立法会宣布年度施政报告 她提出发展香港北部的蓝图 根据蓝图香港北部将成为可容纳250万人居住的新都会 所以我现在提出建设香港北部成为移居移业移游的都会区 并开拓更多可供居住和产业发展的土地 这个面积达到300平方公里的都会区 覆盖由西至东的深港口岸经济大和更加中心的福地 将进享港深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红利 帮助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林郑月娥说这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 首份由香港特区政府编制 在空间观念及策略思维上 跨越香港和深圳两地行政界线的策略和纲领 预计整个北部都会区发展完成后 将可提供高达92万6千个住宅单位和65万个工作机会 林郑还提倡双城三圈 双城是指香港和深圳 三圈由西至东分别是深圳湾优质发展圈 香港深圳紧密互动圈和 在总结部分谈到家人的无限信任 并且默默支持时一度哽咽无法言语 上任都不到两年就因为修例的风波 社会的暴乱 外部势力不停粗暴地干预香港的事务 新冠疫情的冲击 而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支撑着我排除曼南的动力 有三方面 是来自中央永远是特区坚强后盾的 循循祝福 我在就职时承诺 为香港市民一直护寒的不变初心 和我的家人的无限信任 和默默支持 情绪平复后 林郑继续表示 今天香港在国家安全和选举制度 双重保障下 已经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斗 它比任何时候都对香港更有信心 更肯定香港可以在国家 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中 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它也期盼香港可以培育 有国家观念 香港情怀 对社会有承担的新一代 心火相传